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主要就是清理李宅 清理李宅我们11个人 我们一起在工作 工作的时候我听到很大的响声 就是他发的那种 我就没注意就跑了 跑了有200多米 200多米就停下了 停下我们跟运输的人又进去了 进去之后看见你里面还有一个人 已经死了 我们拿出来放在皮带机上面 我们就返回出来了 就看了一下那个人还有没有气 我们就一个人拿出来放在皮带机上面 就看了一下那个人还有没有气 没有气 没有气 之后就出来 那你们平时就是你们这个班下去工作的时候 就是每个人间隔距离多少 每个人负责多少 都是一个怎样的安排 没有那些 就是随机工作吗 基本上是领导说在那工作就在那工作 没有固定的 那在你们这个工作的时候旁边有没有这样的避难所 在那里面没有 在那个地方没有 很远吗 在外面有 里面没有 就是这个避难所离你们工作的这个地方很远 是吧 对 我现在最希望我们那个公友 能够平安的出来 没想到的是